焦点但您转到国际持续关心的是马来西亚水患 许多的马来西亚东海岸重灾区淤泥满地 慈济在吉兰丹州首府实施了以公待正 而这个援助计划其实施行起来并不容易 因为当地大部分受灾的居民都是马来人 信奉的是伊斯兰教 对于不同宗教的援助 好比说慈济信奉的是佛教 就多有顾忌 慈济之功是用心用爱来破除凡离 让乡亲们透过自己的双手清扫校园 而这是一股强大的重建力量 能够帮助当地满目疮痍的灾区 慢慢地恢复昔日升级 宗教师带领1891位乡亲祈祷 他们超过九成都是雾翼 领取清扫工具分别搭乘48辆卡车 遭逢水灾的他们 这一定要展开浩大任务 哥达巴鲁市的学校 清真寺 环保站 菜市场等公共场所 都将仰赖他们 清除淤泥以及垃圾 将水沟疏通 是目前很重要的项目之一 一所百年老学校 莫哈莫哈马迪宗教女校 若没有与公代赠乡亲来帮忙 恐怕到假期结束都还没有办法复课 实际跟我讲他说今天有做这个大扫车 结果说来参加咯 我这里是宗教学校来 所以没有分别啦这些 把室内泥沙向外冲刷 再由山猫及卡车轻运 大型机具不方便处理的范围 则由人力输送 不分宗教 莫论种族 受了上的土地 大家动手一起努力 目标只有一个 就是在最短时间内 把美丽的吉兰丹家园还原回来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 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报道